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最后我英文起读 这一篇算是回应我们忠实的粉丝Sylvia的 也不要叫粉丝啦 大家交个朋友 那Sylvia觉得想要看一些短片故事或之类的 我很想做 可是材料的确不是很好找 我就想起来以前我的高中学生 她就是Joanne 黄金恩同学 她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她觉得很有趣的短片故事 而这个短片故事在那个British Council的官方网站上 所以还不错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会有版权问题 不过我们给她完全的credit 所以这个短片故事是一个叫做Paul Jennings的人写出来的 正好跟我的名字一样 那这个故事还蛮曲折很有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导读一下这一篇有趣的短片故事 它的title叫做Exposer 那光是title就非常值得玩味 怎么说呢 还是念作万味 好 随便啦 Pose这个词你知道就是摆姿势嘛 像你照相的时候摆姿势 所以摆Pose 所以说 Poser这个词啊 我把两个字都留着 Pose Poser就会被人家认为说是 你知道加了一个耳结尾可能就会是人 像Play跟Player之间的关系 所以Poser就什么呢 摆姿势的人吗 Yah 在我们的文化里就会认为这句叫做 欣欣作态的假掰咖 所以 Don't be a poser That guy is a poser I don't want to be a poser 所以Poser就这样的概念 假掰的人 所以欣欣作态的人 那前面加一个Ex 多半表达的意思是之前什么的 像Ex-Girlfriend叫做前女友 那所以Ex-Poser难道就是 钱假掰咖吗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把两个字放在一起 Ex-Pose这个字呢 就是把东西曝光了 所以把什么东西摊在阳光下之类的 叫做Ex-Pose 那也可以用在 例如说一个新闻记者 把一个政府的贪腐的事实 爆了出来 暴露在阳光下 这个也叫做Ex-Pose 所以把一个把谁谁谁给爆开 那这个也叫做Ex-Pose 所以Ex-Poser 说不定也就可以被理解为 就是那一种 揭发者 爆料者或之类的 但爆料在一般的 还有一个词叫Whistleblower 不过我们不扯那么远 我们就来看这在讲什么 到底是讲的哪方面的东西呢 好 所以这个写作的出发点 或他的视角是一个小男孩 我们就想象这是个小男孩在讲故事呗 There are two rich kids in our form Sandra Morris and Ben Fox 有两个rich kids 有钱的小朋友 在我们的form 这里的form的概念就是 我打一下这叫做home form 就是你的班级 你的班导的班级 你所属的班级 例如说你三年二班或之类的 所以三年二班就你的home form 对我们来说这个概念非常的白痴 因为反正你每天都在你的home form里 可是你知道在西方国家 因为你每一堂课可能都是上 去不同的教室上不同的课 所以其实你可能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会跟你的home form 可能就是礼拜一第一堂课 那个就是你的home form 所以home form这个概念在国外 会比较松散一点点 但还是有 所以有两个rich kids 在他们的form这边 Sandra Morris and Ben Fox 名字出来了 They are both snobs 这个snob也就是那种 觉得自己很厉害 当然就自以为自己很屌的人 They are both snobs They think they are too good for the rest of us 他们两个觉得 他们就对我们 就跟我们比起来 他们强很多 They are too good for the rest of us OK Their parents have big cars and big houses 父母开着很棒的车子 大车子大房子 光看到这你就已经注意到 他的写作方式是尽量用小朋友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他用非常单纯简单的文字 不用一些fancy big words 所以这个短片故事其实是给teenager看的 酷 Both of them are quiet 而这两个人都还蛮安静的 They keep to themselves 所以这个动词片语 就是keep to themselves的意思 就是他们不太轻易的去表露自己的 一些表露自己的心思啊 或者说反正就是比较内敛一点啊 这样子 不会轻易的分享自己啊 就keep to themselves OK 甚至你可能可以把它超异成信息重或之类的 因为反正就是什么都往里面都往里面包 然后不给人家看这样子 So I guess they don't want to mix with the roofians like me 所以这我猜啊 他们就不想要跟像我这样子的小混蛋混在一起这样子 OK Ben Fox always wears expensive gym shoes in the latest fashions 所以Ben Fox是男生 他总是穿着很贵的 gym shoes 你知道跑步鞋或者是运动鞋 然后最新的流行 Latest fashions 酷哦 所以这个穿着衣服都很那个 So he thinks he is good looking with his blue eyes and blonde hair 他觉得他自己很帅 Good looking 然后蓝色眼睛 然后近发 He is a real poser 他就是一个非常假白卡 Sandra Morse 另外一个这个女生 那Sandra 你看到大家就可以猜出是女生的名字 Is the same 他一样 And she knows it 他自己知道 Blue eyes and blonde hair too 所以也是蓝眼也是金发 Skin like silk 皮肤啊 仿佛像是丝绸一般 Skin like silk Why do some kids get the best of everything 为什么有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是最好的呢 所以西方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蓝眼金发 就是社会的金字塔里的顶峰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写作的主角的出发点就是他大概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都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能读出来的 If you read between the lines You know what he's trying to say 这个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是 就是能够去 Line不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故事一行一行吗 在一行一行中间有一些额外的讯息是让你去能够看得出来的 所以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是去揣摩字里行间里面涵盖着的意思 所以里面涵盖的意思就是这个男主角并没有blue eyes跟blown hair Me I landed pimples 而我呢 我就倒霉 这个land 当然你知道有飞机降落的意思 所以我倒霉生下来就降落 大概可以这样翻译吧 Pimple 就青春洞 Me I landed pimples I've used everything I can on them 所以什么我都用过的 On them 就是我这些 pimple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试着插上去试试看过 But still they bud and grow and burst 但他们就是会bud 这bud就是像花苞般开花 然后长大 然后砰爆掉 然后青春洞吧 Just when you don't want them to It's not fair 就当你不想要他们抱 他们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不想要他们长抱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会 真是不公平 It's not fair Anyway Today I have the chance to even things up 无论如何今天我有机会来把事情弄得公平一点点 这里的even就是把它 把东西变得level 变成 even的话反正就平整 I have a chance to even things up 像你如果你先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We're even 所以这里有we're even 就是公平的概念 Buffin is bringing along his latest invention 所以这里多了一个角色 我们也不用管他是谁 总之他的名字叫Buffin 他带来了他最新的invention 他的发明 A lie detector A polygraph A lie detector 测谎仪 OK 测谎器 Sandra Morris is the victim 而Sandra 刚刚的女生 她就会是我们今天的受害者了 She agreed to try it out because everyone knows that she would never tell a lie 所以她同意来帮我们试试看 大家都知道Sandra不会说谎 听起来这女孩不错啊 不会说谎 Everyone knows that she would never tell a lie What she doesn't know is that Buffin and I are going to ask her some very embarrassing questions 她不知道的是 就是Buffin跟我呢 会要问一些她就是很尴尬的问题 So Buffin and I are going to ask her some very embarrassing questions Buffin is a brain 这个意思就是他很聪明 He's a brain His inventions always work 他创造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成功会work的 一定不会失败 He's smarter than the teachers 他比老师都还聪明 Everyone knows that 你看他的文具真的非常的 简单跟干净 他几乎没有 很少几句话是超过了11个字长度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11个字 我一直依稀有印象 11个字是一个 是一个小孩长大 能够把句子讲长的一个分水令 就发展到一个地步 你可以讲句子超过11个字 似乎就表示你 语言能力比较成熟了 但这边他就故意都写短短的 长句子不是没有 像刚刚这一个 他们两个要搞他这个 其实就比较长 但没关系 So everyone knows that And now he has brought along his latest effort a light detector 所以这里再强调一次 他现在带来了一个 他最新的努力发明 一个测谎器 测谎仪 He tapes two wires to Sandra's arm Tape 就是贴了 粘贴 就你知道胶带也是这个词 所以他用胶带贴了两个 wire 就电线 到Sandra的那个手臂上 It doesn't hurt he says 他说不会痛 But it is deadly accurate 但是这个非常的精准 deadly accurate He switches on the machine and a little needle swings into the middle of the dial 所以他把那个机器打开 switches on switch就开关 and a little needle 一个小针 swings into the middle of the dial 那个dial就是你知道 就你知道 有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那个 大家懂我意思 反正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数字指数的一个表 这样子 一个meter 这样子 或者叫它dial 所以一个针跑到了中间 Here's a trial question trial 就是试试看 像我们讲clinical trial 就是 叫做 就药物的一种实验 进入了临床实验 clinical trial 所以实验 所以说一点实验体 He says Are you a girl? Sandra nods 你是个女生 点头 You have to say yes or no 不可以点头 所以 He says Well yes replyed Sandra Sandra就说yes The needle swings over to truth 所以这个 needle 就晃过去的到 嗯 对的 所以 Maybe this thing really works 哇 或许这个东西 真会成功 也真厉害 Buffin gives a big ring 所以这个Buffin就笑了 OK This time tell a lie 这一次说谎一下 says Buffin Are you a girl? He asks again 对他再问一次 Sandra smiles with a lovely smile of hers 所以他就微笑了 就笑了一个 他那完美的微笑 OK 很棒的 可爱的微笑 She smiles with that lovely smile of hers No she says 他就说谎了 A little laugh goes up but then all the kids in the room gasp 所以大家就笑了 A little laugh goes up 可是呢 所有的小朋友 在房间里面的小朋友 在教室里的小朋友 就gasp 什么是gasp呢 这gasp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动词 就是这样 OK 就倒抽一口气 就是gasp 所以就会打给你看 gasp OK 倒抽一口气 所以大家先笑了一下 然后大家就 The little needle points to lie 所以 哦 他就跑到说谎那边去了 So this lie detector is a terrific invention 所以这个light detector 真是一个很棒的发明 好棒哦 所以 terrific就是称赞东西用的 OK 不要把他跟terrible搞错 terrible是糟糕的 terrific是很棒的 OK says Buffen 所以刚试验完了 You only have seven questions David 说啊 我们知道David是谁的 因为他们刚刚有时候 他们两个要串通来去搞他嘛 所以David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 所以你只有七个问题哦 David The batteries will go flat after another seven questions 所以 等一下 所以 接下来 就剩七个问题 因为七个问题之后 电池就会没电了 The batteries will go flat flat是平的这样子 所以可能 哦 电池 OK go flat 所以 再七个问题就没了 He sits down behind his machine and twittles the knobs 所以 坐下来 然后 转了几个扭之类的 OK 这个推动就是在那边转转转 这样子 This is going to be fun 开始有趣的了 So I'm going to find out a little bit about Sandra Morris and Ben Fox 所以我就要来去 找出 Sandra Morris跟 Ben Fox两个人 有些什么秘密呢 It's going to be very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 indeed 所以你可以用 如果用一些比较dramatic方式来念这个就很有趣 OK I asked my first question 我问了第一个问题 Have you ever kissed Ben Fox 哇 直接 right off the gate right out the gate 直接问这个这么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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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红心跳的问题 你有没有亲过 Ben Fox 呢 OK Have you ever kissed Ben Fox Sandra goes red 他的脸就红了 Ben Fox goes red 所以Ben Fox的脸也红了 Ben的脸红了 Sandra的脸红了 I have got them this time 我逮到他们了 I'm sure they have something going between them 我确定两个人之间有坚情 I will expose them 所以我们刚前面讲过 expose这个词 就是把什么东西给曝在阳光下 I will expose them 我来揭发你们 No She says Sandra 所以Sandra说No Everyone cranes their neck to see what the light detector says 这句话写的真是很棒的一个动词 每个人啊 就crane这个词 其实是什么 你知道吗 crane这个词是那个 一种动物 就是鹤 那鹤的脖子很长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像鹤一样就 这样子看 多生动的一个动词 你看 所以crane他们的neck cranes their neck to see what the light detector says OK 每个人就真心恐后的这样看 那crane这个词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那个 工程里面的那个 那个长长的那个吊手 那长得也像鹤吧 所以那个也叫做crane So The needle points to truth 所以Sandra没有说谎 她没有亲过这个 Ben Fox This is not what I expected 这跟我所预料的不同 我以为他们一定有 那测谎仪一定会把他们 expose出来啊 And I only have six questions left 我就只是六个问题了 Shit I can't let her off the hook 所以这个叫off the hook的概念就是 你在钓鱼的时候 hook就钩子 钩子已经勾到鱼嘴里了 你怎么可以让这个鱼这样跑掉呢 所以我不能够让它脱离我的钩子的概念 所以我才不能够让它轻易的 就是从我的那个钓鱼的过程中落跑 所以 Let 谁谁谁 off the hook的概念 这个片语就很常见到 就是让谁给逃了这样子 I can't let her off the hook I'm going to expose them both 我要把他们两个都揭发出来 Have you ever held his hand? 你有没有牵过他的手? Again she says no 她又说no And the needle says truth 而needle说是她讲真话 I'm starting to feel guilty Why am I doing this? 她开始觉得 啊 有点觉得罪恶感了 我干嘛这样啊 Right I try another tag 她试另外一个策略 Are you in love? 她问她 你是不是有喜欢着谁呢 Are you in love? I ask A red flush starts to crawl up her neck 这个反正就是一股红草 A red flush 开始 这个crawl是攀爬 所以她的 本来是脸红 现在那个脸红一路爬到她的脖子上 她连脖子都红了 又是一句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句子 A red flush starts to crawl up her neck I'm feeling really mean now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好过分哦 问她那么过分的问题 Fox is blushing like a sunset 而另外这个男生就Ben Fox 她整个潮红的像是夕阳一般 也很生动的一个形容 女生说了 Yes Yes she says The needle points to truth 所以这个女生是有喜欢的人的 I shouldn't have let the kids talk me into doing this 我真的不应该让其他人说服我来做这件事情 她用这一句来表达她已经后悔了 因为她觉得她现在卡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里 女生有喜欢谁 可是不是Ben Fox 跟她的prediction 或者跟她的assumption 完全不一样 然后 I decide to put Sandra and Ben out of their agony 所以put somebody out of their agony 就是我决定结束他们的痛苦 agony是痛苦 我要来把这件事情做最后一个了断 I won't actually name him 我就不要把这个名字直接说出来 I'll spare her that 我来饶过她 spare这个词就有饶过的概念 这个词其实相当有深度 我们以后再补充 我们今天先把故事看完 相信你也蛮急着 想了解这故事怎么发展下去 所以 I won't actually name him 我们不要把他直接名字揪出来 I'll spare her that 我来饶过她 不要让她把名字说出来 她问了下一个问题 Is he in this room? Is he in this room? 她是不是在这间教室里呢? 她说了 She looks at the red Ben Fox 她就看了一下 这个脸红的 Ben Fox 然后她说 Yes, she says Yes, the needle points to truth 所以女生喜欢的人 在这个房间里 然后 Well,她刚看一眼 Ben Fox 干什么的 所以这个人就继续问了下一个问题 Has he got blue eyes? 她是不是有蓝眼睛呢? 然后女生说 No, brown I said 所以有褐色眼睛嘛 No, she says again 所以不是褐色眼睛 也不是蓝色眼睛 她用眼睛去问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我就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了 因为卡住了 问题好像已经快用完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算 I look at each kid in the class very carefully 她很小心地看着班上每一个同学 Ben Fox has blue eyes I was sure that she loved him 所以Ben Fox 是有蓝眼睛的 你看这个时代很棒 我确定她爱她 她用的是过去式 所以用来表示她现在知道她已经错了 I was sure that she loved him And that is not true Is not true OK This thing doesn't work 这个她就开始怪机器坏掉了 I say to Buffen I can't see one kid who doesn't have either blue eyes or brown eyes 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我们班里的小朋友 是没有要不是有蓝眼睛或者要不就是brown眼睛的 We can says Buffen 那Buffen就我们看得到啊 我们看到有小孩没有蓝眼睛也没有brown眼睛啊 They are all looking at me 他们都看着我 Huh I can feel my face turning red now 她感觉她的脸整个红掉了 I wish I could sink through the floor 我真希望我能够 这个就可以把它翻译成装个地洞跳进去 她希望她能够沉进地板里 Sink through the floor But I get on with my last question 但她就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Is he an idiot 这个人是不是白痴 Sandra is very embarrassed Sandra就觉得很尴尬 Yes she says in a voice that is softer than a whisper And he has green eyes Alright故事就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需要解释 我还是讲一下给你听好了 所以最后这男主角问 她希望她可以你知道沉进地里 那她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她是不是个白痴 这个男的是不是白痴 Sandra就说对啊 就白痴 因为她喜欢的就是我们男主角 OK Yes she says 用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比whisper还要再更轻柔一点点 那whisper就是小小声讲话 Softer than a whisper 而这个男生有蓝色的眼睛 也就是我们男主角的眼睛 OK 所以这个故事的转折 希望你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用非常浅白的言语 文字 可是我觉得她很有写作的功力 那有几行特别 写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就知道她不是不会 这是她的故意 好 希望你今天喜欢 你喜欢今天的这样的内容 有机会我们会再做 只是这样的故事还真不好找 这个已经是我放在 算是压箱底的故事了 因为我有时候会在我的高中课上讲 可是对高中生来说 这个故事大概也都还 太简单了一点点 不是说她的 背后的含义 她的这个写作的功力简单 而是说她的文字上 其实没有太多的深字 但anyway 就这样呗 我们明天见